最重要的幾個點 可能就是 回去一起再run一遍 如果你 這部分實在是有問題 你可以用我的懶人包 那我們第一個 下載Python的程式 記得安裝的時候 注意一下這兩個一定要做 這個如果沒有做的話 還有安裝路徑 我是建議你放在低疊 但是後面可能給他一個路徑 是Python3632 像剛剛我同學直接裝在低疊 就變成散亂了 散一堆 會比較不好管理 Python3632 另外的話 Eclipse 我們用32位元 而且用是 Eclipse For Java 因為他檔案最小 其他的話安裝外掛 這個好像同學都沒問 不過 安裝外掛裡面好像有一個地方是要什麼 Install anyway 然後要打勾 那個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路徑 你就複製貼上就可以 那也就是說 這個Python你把它掛上去之後 除了可以開發一般的Python之外 以後呢 像Jungle也可以開發了 比如說你要開發那個 網頁的web的 網站的server的 這也OK 然後其他路徑的設置 像剛剛同學 沒有辦法開一個新的專案 你就要檢查一下 你的那個什麼 Interpreter這個地方有沒有設定正確 如果沒有設定正確 連開一個新的專案都不行 更不要說要執行它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執行過之後 以後就會有一個 Python div的project 這個我想 以後就直接就可以開起來 有一個Python div 然後 其他的話呢 就是 當然我這邊有個新增package 如果你 如果你 本來已經有Source SRC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新增package 但是如果像我剛剛 已經選 如果沒有選 選第一個選項 他就沒有了 就是要新增package 所以他的結構一定是 專案 package就是 套件 下面就是marjo 有沒有 專案 套件 模組 這個結構可能要慢慢熟悉 有的同學 把marjo放在 專案的下方 好像不行 他沒有辦法幫你 做那 一定要一個package OK這個概念可能要 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修改字型 這個修改一次就OK啦 這個主要是 你如果長時間觀看的話 這個我覺得還是有其必要性 那他其實不太好找 我是覺得他這個界面 有時候 那 之所以我會熟是因為以前開發 用到過 所以我比較好找 那這個部分有個畫面提供給各位參考 另外的話 UTL8設定 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以後 記得啦 你現在是上課來的時候檢查一下 這個有沒有 有時候 會不會 來這邊還原 他又幫你恢復了 理論上 因為這個是一個 一個是免安裝的版本 所以也不需要做 再設定 即便你 C疊還原 他好像 設定值好像是 記錄在 他這個 目錄裡面 好像也不用再做設定 其他的話就是有關 轉型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 有講了一個 前面加一個String 就是把裡面的東西 轉成 自傳 以後如果說 相反的 如果你要轉成 整數的話 前面加INT 如果你要轉成有小數點的話 前面加Float 這個概念好像跟其他 如果你有寫過其他語言 概念是相似的 那 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今天 基本的語法先到這邊 那待會 好像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就 再往前推進 所以請各位 先稍微看一下 待會的話請 再新增一個Module 一個Module 另一個Module Module的名稱也許是 我們 假設 做那個 什麼呢 變數的練習好了 比如變數 那我要怎麼命名 然後Finish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我有一個簡單的 範例吧 雲端上有 我先把那個雲端上的程式 先拿來 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轉型 的行別練習 那這邊假設說我宣告了 X12345 我把主要的這幾個 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行別的變數先做練習 那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當然我是 放了一個字串 它是X1 X2是放一個什麼 整數 因為它沒有小數點 X3呢 是有小數點 X4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放的東西 不止一個的話 那這個東西叫List List的話 其實有點像清單 跟那個 Excel裡面有沒有 一整列 一整欄 這個概念比較接近 所以以後那個 Python裡面呢 這個東西要非常熟 那特別注意這個List 它的規則一定是 中瓜糊 裡面的話呢 用豆點分隔 一個一個 那它除了說 你可以 給它 一樣的資料 比如說都放數字 你也可以什麼 可以放數字 也可以放什麼呢 其中一個是 文字都沒關係 這個List比較特別 它有點像 Java裡面的 陣列啦 不過陣列也要放 同樣的形態 可是List 不用 比較像 那個Excel裡面有沒有 你除了 放什麼都可以嗎 你上面放文字 下面放數字 那放福點 都OK 然後呢 我們就是 再來 串接之後 把 我們需要的東西 把它print出來 比如說我把這個東西 Hello World 你就print String的 型別 冒號 把 Hello World 放過來 你會發現 因為它本身 就是一個字串 所以你不用再轉型了有沒有 但是你如果沒事再加一個String 會不會怎麼樣 本來就是字串 那你再轉字串 會不會怎麼樣 你可以試試看 OK 玩玩看 第二個是INT型別 這個是整數嘛 把它print出來 Float 然後呢 List 不過這個List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今天 我直接整個輸出 跟 跟個別 我要輸出其中一個的話 要怎麼輸出 然後 這個是 4 person person 求餘數的意思 這個跟java 是一樣的 意思就是說呢 4除以3餘多少 4除以3餘多少 4除以3餘1嘛 很簡單 小學的問題 不要想太複雜 那我們把它print出來 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5到5 題 讓它print出來 OK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 在print 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 錯誤 哪個錯誤呢 他說print什麼呢 這個 X4 他說一定要String 不能夠Slist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一樣 在這個地方 前面再一個 S String 錢瓜糊 這個錢瓜糊 這個再把它print了一下 也不能 直接輸出 好 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 這個輸出的是 Hello World 沒有問題 這個是 有沒有 就是把上面的東西 怎麼樣 直接把它print了出來 那比較特殊的是這個list 有沒有發現 他是整個幫你把整串 丟到這邊 然後4除以3的餘4 餘多少 餘1 把它print了出來 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 等於是 本來是應該是下個禮拜 我們要講到的 我們先 因為有點時間 我想說先把它稍微 來看一下 有關那個變數 的那個形態的 部分練習 請各位先試一下